怎麼說 不聰明怎麼辦法考到這麼好的成績 因為我覺得我只是學得比較快而已 你學得比較快那不就是聰明嗎 那不能叫做聰明 那是叫什麼 那叫做 桃園市光明國中位於南侃西旁的學校 播化以人文關懷 多元創新 視信學習 國際理解之課程願景 以閱讀教育 數位教育 雙語教育 國際教育 自由教育為課程主軸 豐富的學習內涵 引進外師 推動雙語課程 榮獲桃園市雙語亮點特幽學校 創新課程 深耕智慧課堂教學 與獲智慧課堂競賽佳績 並獲班 桃園市智慧學校 深耕閱讀 發展校本課程 榮獲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獎 重視學生學歷 贈捏減習 獲班 110年度桃園市教育會考成績表現優異學校 於112年教育會考 補為滿分達56人 家機外 更榮獲推動本事 學習學習 學習輔助 師生各項優秀表現 除獲得天下雜誌 未來Family 聯合等報章雜誌採訪報導外 生活社區及家長肯定 視信揚才 照顧好每一位孩子 讓每個孩子在成就與亮點中 展現自信 找到方向 讓每位孩子找到心中的第一志願 為學生開創無限可能 是學校辦學核心價值 更是親師生共同努力的目標 桃園會考之心就是很會考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友國中雅婷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看見 桃園教育的星星 這是我們的第二季節目 代表又一批新的星星們誕生囉 今天就讓我們來歡迎大來賓之居 大家好 我叫張志君 我的會考成績是5A8加 網尼考成績 兩次5A8加 兩次4AEB8加 平時成績都在班上1天5 生活作息大概6點半起床 7點10分左右到學校 我沒有補習 所以大概下午4點5時就會放學 然後大概就5點到家 先休息半小時 然後洗米煮飯洗衣服 做家事 真的喔 對 真的喔 好了不起喔 然後做家事的時間可以 操控學習一下 你沒有補習回家先做家事 然後等家長回來 吃飯洗澡做洗碗 然後好了之後就開始讀書 沒有 洗完澡我就會開始 滑手機 那接下來的問題呢 我們想要快問快答 你只能一秒鐘思考 然後比圈或差 待會我們再多多聊聊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想 好第一題喔 你覺得父母親跟老師態度 會決定你是否要讀書圈或差 怎麼說 如果父母的態度很強硬 逼我讀書的話 我就會不太想讀書 欸你很特別 我以為你比圈是因為 對 父母逼我讀書我就會讀書 你反而是父母非常尊重你 讓自己更想讀書 對 為什麼呢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想法 大概一直都是這個想法 因為我覺得我不需要別人管 我自己就可以做得很好 你是一個很自律的人嗎 可以這樣說 你是一個會對自己的生活 掌控得很好的人嗎 你是一個不太會在計畫之外 突然走岔路的人嗎 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 你會讓自己趕快修正嗎 還是就插路出去了 或許插路出去也不是一件壞事 也不是一個壞事 這也可以在你掌控之中這樣 那我想要再問你一題 你可以考到5A 但是你之前有曾經4A1B過 那你是一路4A1B 到後來進步到5A嗎 不是 是其中兩次穿插 4A1B 再來5A 再來4A1B 那其實4A1B成績也非常好 4A1B跟5A是因為你很聰明嗎 圈或差 怎麼說 不聰明怎麼辦 考到這麼好的成績 因為我覺得 我只是學得比較快而已 你學得比較快 那不就是聰明嗎 那不能叫做聰明 那是叫什麼 嗯 那叫做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嗎 專注在當下的學期 其實是幫助成績進步的一個方法 對 所以鼓勵大家 提醒大家 在課堂上 當下應該要很專注 老師想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成績一路這樣維持 你會覺得讀書 是一件很孤單的事情嗎 圈或差 怎麼說 讀書的時候 可以有很多東西陪伴自己 像是什麼 手機啊 喔 又提到手機喔 記不記得 洗完澡 我就會開學滑手機 我一般會用手機來做筆記 有空閒的時候 就會把之前上課的內容 整理一下 把它寫出來 因為你的手機用來學習是 你會利用手機做筆記 嗯 它的好處是什麼 不會被紙限制 無限的縮小 可以做成一張很大的 那會不會我做筆記做一做 就開始滑手遊 社交軟體 不會 怎麼有辦法控制的 嗯 我不知道 好留不齊喔 那讀書不孤獨 因為有手機陪伴你 但手機的功能是 用來學習的 提醒大家 手機它其實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但前提是我們怎麼使用它 那老師想要再問你一個問題 時間我只夠讀一科 我不小心 到了九年級下學期 最後一個月 我才看到這個影片 我只剩一個月期間了 讀強科比較有用 勸貨差 時間不夠的時候 是需要分配的 把時間分配得很好 就可以把所有的科目都拉起來 像是有些時候 數學 或者理化 需要一直寫題目 那種 時間比較多的 可能就需要分配一下 所以如果今天我時間不夠了 我就真的不夠時間 只能讀一科 你會推薦大家讀強科還是弱科 應該是讀弱科 弱科 你自己的經驗也是這樣嗎 對 聊一聊吧 聊一聊你的弱科 你怎麼學習的 我的弱科 是國文 我很討厭文言文 所以我也沒心情去讀它 討厭是讀不懂嗎 太難了 對啊 那你怎麼克服的 就一直看 就一直看 所以你還是花時間苦讀 對不對 當討厭的事情 我還是繼續把它讀下去 讀著讀著不小心 不小心就開始讀其他的 就讀起來了 對 或許讀書這件事情 時間真的不夠了 但你還是要堅持下去 因為讀著讀著 收穫才是你自己的 嗯 我剛剛講到說 如果時間只剩一個月 他突然看到這部影片 然後我們要給學生一些建議嘛 你可能會建議他怎麼做 我覺得可以寫題目 嗯 好我要問你問題囉 全國查囉 刷題是讓成績進步最快的方法 不是 可是你剛剛說可以寫題目耶 寫題目是 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就可以寫題目 但是如果基礎不好的話 寫題目也是沒有什麼用 所以是否可以這樣說 建議大家你還是 必須先做輸入讀書這件事情 然後之後再來做輸出 例如說寫題目這件事情 是嗎 是 所以刷題並不是 讓成績變好的唯一方法 但可以說它是方法之一嗎 可以 那你自己有這個經驗嗎 有啊 來說一下 就是七年級到八上的時候 我都沒有在寫作業 回家就是也沒有在讀書 就是滑手機 滑手機在做什麼 這次還是在寫筆記嗎 沒有 這次是在滑社群軟體 後來到八下的時候 我老師跟我說 我成績退步很多 所以我就覺得我不能再這樣 這句你記不記得老師問你的第一道題目 如果父母的態度很強硬 逼我讀書的話 我就會不太想讀書 你說 不要逼我 我會自己讀 對 但老師跟你說了一句 你成績退步很多 那是提醒 之後我就開始寫作業了 雖然沒有像翻課本那種讀書 但是寫作業之後 我的成績就變好很多 你覺得寫作業是一種輸入還是輸出 輸出吧 所以前提還是要先輸入 對 你在寫作業之前 有先做什麼樣的輸入 就是在學校認真聽課 認真聽課是基礎 對 寫作業是讓自己確認我的輸入有沒有問題 這樣 所以大家也可以先從 寫自己的作業開始 因為你這樣子突然讓我回憶飄起一年前了 你有看過我們的第一季嗎 全破擦 剛好就猶豫了一下下 第一季裡面我們當時有邀請到一個學長 然後那個學長他其實成績不是5A 他是我們的特別大來賓 瘦三高中 就是那位學長 他就是跟你一樣用寫作業 讓自己的過問變成A的 我好想聽你寫作業這件事情 你跟大家多給一些建議吧 寫作業就是把老師指派的任務完成 那些作業或許是題目或許是一個報告 有些作業是老師不會檢查的 就是靠自己要求自己 所以真的鼓勵大家 最基本的我們先寫作業 當然你有時間還是要刷題 刷題畢竟還是有它的功能在 我可以讓你熟悉題目 那接下來老師想要問問你一些比較開放式的問題 你覺得會考對你來說它的意義是什麼 對你的未來的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或幫助 會考就是把國中三年總結一次 給自己的總結 0到10分你打幾分 10分啊 10分很棒 最後老師想要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看影片的人可能跟你一樣是國中生 可能是老師可能是家長 你可以分別給大家一些些建議嗎 適時的給獎勵或者鼓勵一下 如果今天媽媽跟你說 我今天這段期間你真的很努力 我媽媽看見了你就辛苦了 這也是一種鼓勵嗎 當然是 這也是一種 所以或許我們家長多多看見孩子們的努力 稱讚他的努力而不是稱讚他的聰明 這對孩子來說會是舒服的 有陪伴感的 老師想要請你給我們這些老師一些些建議 我們在國三階段可以怎麼協助大家 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夢想 和自己要走的路 老師要做的就是 教導支持 給你陪伴 不需要有太多的意見 沒關係 我不放手 直到你的夢想到手 怎麼辦 我們老師用心 但你可能覺得他很酷 希望我們相信你是嗎 對 老師們還是會有一點點不敢放手 就請在看影片的學生 能夠多多體諒 老師們的用心良苦囉 大家有發現嗎 志君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自律的人 他從小學三年級 他跟我說他沒有讓爸媽失望過 這麼努力的原因是 他也不希望他的 從小照顧他的保姆 他身邊的阿姨叔叔們失望 至於爸媽 我從來沒有讓他們失望過 當別人的手機是拿來玩 社交軟體玩手遊 玩到不知道跑到哪裡去的時候 志君的手機是拿來做什麼 是做筆記 當別人一放學回到家 是攤在沙發上 打開YouTube影片再看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看我們這部影片啦 志君是幹嘛 是可能要幫忙做家事 這個叫做他的放鬆欸 所以一個這麼自律的孩子 用他的自律來養成 他現在這個階段的自由選擇 怎麼樣可以做到自律呢 志君有提到一點 那我們就從寫作業開始吧 我們不妨就用完成每天的作業 用你的自律來幫助你達到自由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先分享到這邊囉 志君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希望以後有機會在南崁 可以見到你發光發亮 那我們就跟大家說掰掰囉 謝謝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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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t td 喔 orientation Axd 感谢观看